男孩以老板的身份命令姐姐 让她在做电话销售时 声音更性感点 好让客户浮想连篇 一向很有主见的姐姐却异常顺从 直接把大长腿搭在了桌子上 开始和客户调情起来 男孩一看这态势不对劲 抓着电话也要加入对话 但姐姐不依不饶 仍然在逗客户说 自己下班后就去她家 姐姐刚挂电话 男孩就不满起来 认为她不应该这样得寸进尺 她给自己加戏太多了 男孩拗不过姐姐 不愿意让她再当电话销售了 于是身为过气同心的男孩 带着姐姐来见自己的演艺经纪人 经纪人眯着眼睛在审阅她 又顺手接了一个电话 看起来不太尊重姐姐 随后经纪人问她 是否会一系列运动 这波提问让姐姐摸不着头脑 她又不是去应聘运动员 但还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胡周自己什么都会 经纪人感受到她话语中 带着威胁与不满 男孩在一旁观战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以为他们就快要对骂起来了 但表面上还洋装愉悦在互相调侃 直到经纪人问姐姐 她是否愿意赤裸上身拍戏 姐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男孩赶紧顺势接过话茬 说她不愿意 经纪人表示 如果她不愿意裸体 那么就无戏可拍 姐姐理直气壮地回击了她 是男孩让她什么事都要答应的 而且姐姐愿意为艺术现身 她认为争取一个角色而牺牲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男孩显然不愿意 让自己喜欢的姐姐这样开放 更何况她还没有一包眼福 怎么能让别人先想福利 姐姐则表示他们只是朋友 不是男女朋友 更没有必要这样约束她 谁能想到没过几天 姐姐就主动找到了男孩家中 问她真的想看自己的胸吗 男孩爽快地回答想 结果姐姐更加坦荡 直接脱下衣服让她一包眼福 看她身 话音刚落 姐姐就直接扇了男孩一巴掌 把男孩给打猛了 随后又迅速地穿起衣服 警告男孩不能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不然她就和她绝交 说完姐姐就摔门离去 原本姐姐只是做着自己不满意的工作 在校园中给小孩拍照 没想到被小她十岁的男孩盯上 男孩有意开展一场姐弟恋 但姐姐对小屁孩的表白不敢冒 男孩便炫耀自己是个小演员的履历 表示自己是个能独立赚钱的男人 姐姐虽然认为这是小屁孩的把戏 但还是愿意和她做朋友 随后男孩开始张罗其水床的生意 并叫来姐姐帮忙做电话销售 在上个世纪的美国 水床可是一笔极好的买卖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合作 讨论着怎么给经营的水床品牌起名 一起找人合作联名 他们合作将水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这天男孩正在摊位上卖水床 却被两个穿制服的人逮捕 他被迫烤住双手押走 姐姐在一旁伸冤 男孩明明没犯罪 不可以不由分说地将他押走 眼看男孩被越压越远 姐姐只好大步奔跑 希望能跟上他 在制服人员的讲述中 男孩是一个谋杀犯 随后拉来了一个邋遢的男人 问他是否是这个男孩 男人答到不是 于是男孩就被放走了 原来这只是一场闹剧 正在这时 姐姐刚好也追赶到了 男孩显然被吓猛了 还坐着一动不动的 男孩回过神来 终于奔跑出去 和姐姐相拥在一起 随后姐姐又猛地推开了他 面对姐姐的斥责 男孩什么也没说 只是拉起姐姐的手跑起来 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误判 他们无力改变这些 他们能做的只有奔跑 跑得再快一点 那些黑暗就追不上他们 第二天 姐姐又来到男孩的水床铺尾 穿着比基尼套装 来当他的模特招揽客户 眼看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推销 十分的亲密 姐姐有点吃醋 要来打搅他们的对话 表示有项及时得让男孩处理 男孩矢口否认了与姐姐的亲密关系 称她是自己的保姆 这天晚上 姐姐嗑药后开始兴奋 搂着男孩就要亲密 但男孩拒绝了他 反而带着女孩去了另一个地方 姐姐尾随他们出来 但是跟丢了 于是开始发疯 随机在街上找个男人就亲 男人在后面叫唤 让姐姐回来 但姐姐亲完就落荒而逃 他只是为了报复刚刚男孩的冷落 姐姐回到家中 家人见他穿得这么暴露 叫他停住 但姐姐把自己关进了房间中 谁也不理 之后姐姐又去面试演员 和导演交流 二人交谈甚欢 男孩却和暧昧的女孩一起 刚好也撞见了姐姐和导演 眼看男孩和姐姐有了各自的伴侣 他们在暗自较劲着 看谁更不在乎对方 看着姐姐那一桌子工愁交错 姐姐甚至靠在导演的肩膀上 对着男孩挑衅的土舌头 男孩的好胜心被激起来了 眼看姐姐开始试戏 坐在导演的摩托车后座准备就绪 结果摩托车开动的一瞬间 姐姐就被甩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男孩健壮 拼命奔跑着来到了姐姐身边 担心他是否受伤了 另一边导演已经骑着摩托完成了表演 众人都在关心导演的安全 却忘记了姐姐的存在 只有在危机时刻 姐姐和男孩重归于好 一起来到了水床上 男孩尝试着摸他 姐姐也终于没有拒绝他 这天男孩和姐姐一起接单送货 但是货车不够油了 姐姐神色一变 让男孩推一把车子 好让他自己下坡 于是货车一直保持着倒车的姿势 在下坡路上横冲直撞 十分危险 姐姐的眼神就像斗屎 终于停住了车 男孩兴奋地大叫起来 与男孩截然相反 姐姐的惊魂未定 因为刚刚他差点 让一车子的人没命 看着男孩和他的伙伴们 用搞怪的姿势 在给货车加油 姐姐的神色落寞 年轻真好 即使快出车祸了 还能这么乐观 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路边 报警自己 他决心不再和男孩合作 来到了竞选议员的地方 做志愿者 成为采访议员的主持人 男孩又开始搅局 因为他发现 议员假公祭司 还对姐姐不怀好意 于是根据弹球桌 即将合法的小道消息 他打算开设 洛杉矶第一家弹球厅 看着男孩打电话 咨询的认真样子 姐姐在一旁嘲讽他道 男孩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烟拿出来抽 并制止了姐姐继续叫唆他 他们又回到了 互相挑衅的拉扯中 男孩不再是原来 那个黏人的小跟班 不再是顺从的小舔狗 男孩甚至说如果没有他 姐姐还在校园中给小孩拍照 但姐姐表示自己的事业风生水起 永远比男孩高一等 男孩不再争论 起身离开出门开车 姐姐让他从车上下来 男孩却一溜烟地扬长而去 等到男孩的弹球厅开业 他身着一套正式的西装出现 期待着姐姐也会到来 但当晚他去参加了议员的约会 却在约会中发现了另一名男性 更让他吃惊的是 议员和这位男性是一对情侣 让姐姐来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然同志的身份会成为一员的污点 虽然姐姐听话地帮忙掩护了他们 但心中很不是滋味 约会结束后 姐姐在夜色中奔跑起来 企图忘掉这些失望与混乱 他终于想起了男孩 那个总做傻事的幼稚鬼 却是唯一真心对他的人 他赶到了开业的弹球厅 却发现男孩不在 原来男孩也去一员办公室找他了 他们在城市的街道上奔跑 寻找着彼此 在经历了外界的背叛后 他们更加了解了现实与自己 却无法抵抗自由和爱的召唤 他们相差十岁的年龄差 给这段看似不合适的感情 增添了悬念和波澜 曾经的试探和退缩 如今都因为这段奔跑变得肯定起来 人潮汹涌中 他们的脚步由慢转机 只听到他们急促的脚步与喘息声 终于在同一条街道上 他们远远地望见了对方 二人奔跑向对方拥抱起来 一个熊扑过后 二人双双跌倒在地 随后男孩张开双臂 向整个弹球厅的人们宣布 姐姐笑着说她是傻瓜 但男孩顺势将她搂住 亲吻起来